每個月稍微看一下 幼兒打什麼疫苗各式各樣家長得隨時留心 但若是醫療院所幫忙提醒追蹤 也讓家長更安心 衛福部從109年 部分縣市就事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 今年11月1號更擴大全台幼實施 只是配套真的有做好嗎 還要把這個同意函呢 上傳到那個電腦裡面去啊 那你想想看 一個病人要花十幾分鐘 我看可以看幾個病人 光是系統建制就先增加負擔 平均每個個案要花上十分鐘 像衛生局建檔完成之後 專責醫師負責提醒疫苗接種 牙齒屠服轉介還有平時照護諮詢 都是免費的 等同0到6歲以前幼兒 有一位專屬家庭醫師的概念 而一整年下來 每個個案基本費500元 品質成效費最多1000元 也就是每位醫師一年照顧一位小朋友 補助最高就是1500元 最多同時收300個個案 從前期的資料建檔就要花人力和時間 甚至有醫師遇到家長只打來詢問 花的都是醫師看診的時間和行李 喝奶的問題 排便的問題 生活上種種問題 他有時候會主動打電話來問 我們有時候也會花很多時間去解說 這個政策是良好 可是幾乎說實在根本就沒有什麼誘因 很多我們同道也不收 他們就不想收 因為花太多時間了 比我適合可以設立場真的是不夠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專人去追蹤孩子的狀況 那我們其實是要調資料 這些都要統整 其實我們也都願意做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在宣傳的這塊 其實政府要再多加拔金 打出零到三歲醫師幫你顧 更能找出發展遲緩孩子及時治療 同時發現身處高風險家庭的孩童 但第一線醫師認為補助費太低 卻得多上平時的工作負擔 政府年頭20億推行固然是美意 但怎麼讓醫師投入得更全面 流程和實施恐怕得再加把勁 TVB的新聞連至久 宣傳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